老公出差的那晚 我带情夫回了家 可是打开卧室却撞见了婆婆出轨 看着那香烟场面 我忍不住地淹了淹口水 或许是我的动静太大 婆婆很快便觉察到了 她突然抬头 朝着门缝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 我们都被吓了一跳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 平日里看上去和公公相亲相爱的婆婆竟然也会偷人 更不会想到 这种事情发生在家里 还被我看见 婆婆连忙起身 一边忙着打发走她的情夫 一边向我说情 恳请我为她保密 可好巧不巧 我那躲在窗帘后面的情夫也突然摔了出来 一瞬间 我的秘密也被曝光了 等我赶走了情夫 婆婆就开始对我破口大骂了 好你个陶陶 竟然敢给我儿子戴绿帽子 我打死你 她说着就要对我动手 我连忙避开 和她争吵了起来 你自己不也是在偷人吗 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竟然还敢顶嘴 我要告诉我儿子 她说着就要拿出手机打电话 我被吓到了 直接冲上去一把将她的手机抢了过来 威胁道 你要是敢把我偷人的事情说出去 我也不会给你瞒着 到时候一起倒霉 她身体一正 显然是被我吓到了 妈 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呢 虽然我在外面找了情夫 但我爱的 还是你儿子和志初啊 我一边说着 一边抓着她的手 讨好的说道 同为女人 我们应该相互理解才对 只要我们都不说 就不会有人知道 一切都还是像以前一样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不好吗 婆婆看着我 又气又恼 虽然不情愿 但她是个聪明人 一番利弊权衡之后 她点头答应了 很快 老公和公公一起回来了 公公是个细心的人 很快就发现了婆婆的情绪有些异常 她询问一番没得到想要的结果 正要放弃的时候 一股烟味突然窜入了她的鼻子里 那是婆婆身上散发出来的 你身上的烟味哪里来的 公公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那眼神 仿佛要吃了人一般 婆婆以前迷上了赌博 是公公花了好大心思才帮她戒掉的 闻到烟味 公公便条件反射的以为是她毒瘾饭了 很是生气 我 我今天出去的时候遇到了老同学陈华 和她闲聊了几句 可能是那时候沾上的 婆婆心虚地回应道 不信 你可以问问桃儿 看着公公那怀疑的眼神 她给我使了我眼色 爸 妈说的是真的 当时我正好买菜回来看到 婆婆还给我介绍了呢 这样啊 听我开口 公公也就再没多想 吃完晚饭后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在一起看了会电视 看着公公一脸幸福地将婆婆抱在怀里 我就觉得好笑 要是有一天 婆婆的秘密被发现了 公公会是什么反应 不过让我欣慰的是 经过此事 我和婆婆之间便有了默契 不管是谁要把情夫带回来 都会提前给对方打招呼 就算是要在同一天约情夫 也能做得互不打扰 好日子没过多久 弟弟就找到了我 姐 再借给我点钱 好不好 没有 一听说她要钱 我的火气瞬间就上来了 这些年 为了补贴她 我不仅掏光了家里的积蓄 还瞒着老公在外面找情夫要钱给她 可她不仅不考虑我的难处 还变本家里 要的一次比一次多 无论如何 这一次我都不会再帮她了 自己欠的钱 自己去还 我生气的关上门 不再理会 可没过两天 爸妈就告诉我 弟弟被人打进医院了 经过了解 我才知道弟弟这次是欠了高利贷 他们还说 若是不还钱 就杀了我弟弟 我被吓住了 连忙将还钱的事情揽了下来 老公一向反对我资助弟弟 他是绝对不会给我钱还款的 没办法 我只能找到情夫陆硕 向他要钱 你弟弟又欠钱了啊 他抱着我 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是弟多少次向他开口要钱 给我弟弟填补漏洞了 是啊 这次是欠的高利贷 如果不给的话 他们会杀了我弟弟的 我说着 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你一定要帮帮我啊 路说一脸歉意地看着我 一言又指道 桃儿 我老婆这段时间管得特别严 身上的钱都被他拿走了 这次 我真的帮不了你了 希望破灭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路说健壮 立马安慰道 桃儿 你是当姐姐 说到底也不是他 这种事能帮就帮 不能帮也不会有人说你什么的 可爸妈说了 如果不还钱 高利贷的人会杀了他的 一想到弟弟会被人杀掉 我哭得更凶了 不会的 那都是骗人的 路说摸着我的脑袋 温柔道 桃儿 为了帮你弟弟 你爸妈把你往绝路上逼 你不觉得其中有什么问题吗 就我一脸诧异地看着他 他苦笑着开口道 我也是随口说说 不要往心里去 我点点头 没再多想 离开了路说 我就连忙往家里赶 想要找婆婆善利和借钱 我们都有对方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我和他是一条船上的人 他一定会帮我的 想着 我一个油门踩到底 很快就到了家门口 打开门 就看到婆婆正在和他的情夫戒场梦缠绵 两人玩得很开 竟然从卧室转站到了客厅 因为太过投入 连我回来了都不知道 毕竟是要开口求人 我也没打扰 站在角落里等他们完事 你怎么回来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两人终于注意到了我 婆婆有些意犹未尽 但还是穿上了衣服 随后悠然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我 我想找你借点钱 我挤出一个笑脸 讨好道 先借给我应应急 很快就会还给你的 借钱 婆婆冷笑一声 不屑道 你不是有个野男人吗 怎么不去找他 见我没回答 他又开口了 该不会那个男人是你倒贴的吧 这么不要脸啊 他傲然地看着我 那眼神 仿佛要将我踩在脚底一般 我知道 这是因为我给他儿子戴了绿帽子 让他心里有气 如果不是因为他出轨的事情被我发现了 恐怕他早就将我赶走了 如今 好不容易有个羞辱我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放过 不过我也不介意 只要能给我钱 羞辱一下也无妨 哼 看起来人模人样 却是个要倒贴的货色 婆婆越说越有劲 看我的眼神里也堆满了嫌弃和不屑 妈 你就帮帮我吧 我低着头 仿佛一个犯错的孩子 做梦 他冷冷地扫了我一眼 然后就欢欢喜喜地往他情服怀里针了 此时的季场梦才战斗完 整个人还是放空的状态 他赤裸着身体躺在沙发上 双眼微眯 那样子分明是进入了闲者时间 他们直接无视了我 一会儿功夫又开始秀起了恩爱 看着两人那模样 我都忍不住地避开了视线 可以想到婆婆还没答应给我钱 我心里就开始着急了 我试探性地上前了一点 想要再向婆婆说说情 可正在这时 门口传来了脚步声 婆婆心里已经立马坐了起来 紧接着 就听到了开门声 我们三人都被吓住了 季长梦也立马起身穿衣服 我连忙来到门口 想要为他们多争取一点时间 果然 下一秒 房门打开了 爸 老公 你们回来了 我故作镇静 和往常一样地从他们手里接过公文包 你不是说出去逛街吗 见我在家 老公有些意外 朋友临时有时去不了 我就回来了 我一边回应到 一边偷瞄身后的情况 见我的视线往后 老公也朝着那边望了过去 我心里着急 身体不受控制地就去挡他的视线 这一下 老公彻底怀疑了 他绕过我 直接来到了客厅 就看到正在提裤子的季长梦混账 老公怒吼一声 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扑上去打人 季长梦反应也很快 把腿就往门口跑去 爸 快追那男人 公公文言 瞬间反应过来 也跟着追了出去 客厅里的婆婆已经被吓傻了 她看着我恍惚道 怎么办 被发现了 怎么办 虽然被发现的不是我情夫 但婆婆的秘密败露了 我的秘密她必然也不会再帮我隐瞒 妈 别慌 一定有办法的 他们又没有看到你和她在一起的画面 只是家里出了个男人 我一边安抚着她 一边想办法补救 可没想到她的注意竟然打在了我身上 她看着我 嘴里露出了一抹胡笑 随即道 陶儿 我答应你 你要的钱我给你 她突然将钱的事情提出来 让我觉察到了不妙 果然 她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不想离婚 但是今天被抓了个正着 百口摸辩 除非 你帮我硬下来 欠我不说话 她接着道 若是我被发现了 那我绝不会替你保守秘密 比起这样 还不如你承认了 我还能给你那笔钱 听了她的话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没想到 我竟然会成为婆婆的替罪羔羊 虽然不情愿 但我心里清楚 若是不答应她 她肯定会将我的秘密说出来 到时候我不仅会被赶出家门 还会一分钱都拿不到 实时物质为俊杰 我没必要跟钱过不去 我心一横 点头道 好 只要你给我钱 我就帮你 听到我的回答 她喜笑颜开 为了表现自己的诚意 她立马就转了一部分钱给我 等事情结束后 我把剩下的部分转给你 她说着 看向我的眼里堆满了感激 看她那模样 我觉得讽刺极了 很快老公和公公回来了 关上门 两人就一脸愤怒地看向了我和婆婆 那男人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婆婆下意识地扫了我一眼 一瞬间 老公和公公的视线同时打在我身上 我心一紧 双腿一软 竟然直接跪到了地上 三人都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 陶陶 你这是承认了 婆婆率先反应过来 不由分说的就将此事安在了我头上 陶儿 我们家有哪点对不起你 你竟然在外面偷人 你对得起我儿子吗 说完 又假装擦了擦眼泪 亏我还把你当自己女儿一样疼爱 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样不要脸的事情来 她越说越激动 整个人都哽咽起来 见我没有反驳 他们直接默认了那男人就是我情夫 公公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怒到 家门不幸 然后就扶着婆婆回自己卧室去了 客厅里就剩下了我和老公 空气净得出奇 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老公拉了个凳子坐在我面前 我知道 她在压制自己的怒火 在一起多久了 我身体一个机灵 惊恐到 一 一年 啪 话音刚落 她就给了我一耳光 从认识到现在 这是她第一次打我 活辣辣的刺痛从脸上传来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她脸上的心疼一闪而过 随即视线看向了别处 深吸一口气 声音颤抖道 为什么 看她这样 我心一疼 咬着牙哽也道 老公 我是有苦衷的 你相信我 我爱的人只有你一个 见她不肯理我 我便伸手去抱她 却不想她直接一把推开了我 心红着双眼道 一次不终 终身不用 即便是再有苦衷 你也不应该背着我偷人 说着 她便站了起来 看着她要离开 我连忙起身将她抱住 她以前说过 她最喜欢我的拥抱了 只要我抱她 她什么气都会笑 可这一次 她把我推开了 甚至 还用冰冷的目光盯着我 脏 别碰我 你嫌我脏 我震惊地看着她 整个身体颤抖得厉害 她满脸的嫌弃和厌恶 我们结束了 离婚吧 你净身出户 不给我任何回话的机会 她直接摔门而出了 从没想过 她爱我的时候那么深情 不爱我的时候 也可以做到如此绝情 我的婚姻彻底结束了 在她们的逼迫下 我签了离婚协议书 然后搬了出去 婆婆如约把钱转给我了我 那笔钱用来还了弟弟的债务之后 还剩了一些 墨地方可去 我便回了娘家 你怎么回来了 看着我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去 爸妈都急切地问了起来 我离婚了 怕她们担心 我不做轻松到 那你分了多少财产 妈妈眼里闪着金光道 她们家是开公司的 你这离婚了 怎么着半个公司的钱是你的吧 说着 便一连讨好的凑了上来 我女儿长得这么好看 离婚了再找个有钱人就是了 不碍事 爸爸听了 也在一旁附和着点头 我知道她们爱钱 却没想到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钱钱钱 你们眼里都只有钱吗 我生气地将行李扔到了一旁 然后坐在沙发上委屈道 我被扫地出门了 你们一点都不关心我 我哭哭啼啼的样子并没有赢得她们的关心 反倒是让她们多了些不耐烦的情绪 关心你分了多少钱 不也是关心你吗 看她们那样子 我心里一阵悲哀 叹了口气 道爸 妈 我出轨被发现了 净身出户 什么 刚刚还在帮我收拾行李的妈妈直接一把将行李扔到了地上 愤怒地冲到我面前 净身出户你也答应 你脑子进水了 真是白痒你这么大了 给我滚回去要点钱再回来 爸爸在一旁附和道 呵 我又气又委屈 起身拖着行李箱就往外走 她们根本就没把我当女儿 分明是把我当摇钱树了 见我离开 她们不仅没有上前拦着 还在背后说我没用 听着那一声声责备 我心里一阵懊悔 早知道她们如此对我 我又何苦为了帮弟弟还债 出去找情人 想着老公的体贴若微 悔恨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 我用剩余的钱找了个地方住下来 想着今后的生活 心里一阵迷茫 没有了经济来源 我身上的钱很快用光了 无奈之下 我只能找到了陆硕 并向她说了我离婚的事 别怕 以后我养你 她把我抱在怀里 一脸温柔 有了陆硕的陪伴 我很快就从离婚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可没过多久 她老婆就发现了我们的关系 甚至还闹上门 为了保住她的家庭 她选择了和我断局关系 看她如此绝情 我既难过又愤怒 心有不甘的我 决定让他们付出代价 看着手机里记录的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我有了主意 我找到了陆硕的老婆 将亲密视频发给了她 你什么意思 看了视频上的内容 她的脸色很不好 我挤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 道 同样是陪着她的女人 陆硕给了你家庭 可我呢 什么都没有 你们是不是有应该给我些补偿 你勾引我老公 还要我给你补偿 你要脸吗 她气得跳了起来 竟然想要对我动手 我眼急手快 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冷笑道 我要十万块钱 否则 我就把这些东西发出去 到时候陆硕的工作和前途没了 可怨不得我 说完 我便放开了她的手 你好狠 她一字一顿地说道 那眼神 仿佛要杀了我 有着功夫骂我 还不如早点想办法筹钱吧 说完 我就拿着包离开了 三天后 我收到了十万块钱 钱到手都还没误热 弟弟借钱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我没有 我火冒三丈 直接挂了电话 可没想到 他们这一次竟然用弟弟的命做要挟 见着钱没打过去 竟然直接砍断弟弟的一根手指 甚至 还把那断了的手指照片发给了我和我爸妈 看着那照片里鲜血淋漓的手指 我被吓得浑身发麻 爸妈也被吓得不轻 连夜跑到我住的地方要我想办法 见我不答应 他们竟然闹绝食 我真的没钱了 我很是为难道 爸 妈 不是我不给弟弟钱 是我真的没钱给他了 我现在家庭事业都没有 哪里去给他找钱 他们看都没看我一眼 冷声道 不给你弟弟还债 我们就绝食 要是我们死了 那都是你害的 他们蛮不讲理的样子气得我直跺脚 可不管我怎么生气 怎么劝说 他们都不为所动 僵持了两天 他们硬是滴水未尽 本来就上了年纪 还这样折腾 看着他们的气色越来越差 我终于不忍心 咬牙答应了下来 陶 你早该这样的 就是 害我们白白饿了两天 他们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饭 一边指责道 我无奈应下 心里一阵苦涩 打开手机通讯录 将所有人的电话都打了一遍 可愿意借给我钱的人 寥寥无几 最后 我只能找到何志初 看到我 他很意外 当然 更多的是愤恨 他还在生我的气 老公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心虚地看着他 眼里满是期待 别乱叫 我不是你老公 他冷着脸 推开了我 找我什么事 他一边拍着被我碰过的地方 一边冷漠地问道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没事我就先走了 他扫了我一眼 眉头拧到了一起 我弟弟在外面欠了钱 手指都被人砍了 要是再不转钱过去 他们会杀了我弟弟的 你能不能先借我 不能 我的话还没说完 他就直接拒绝了 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我还是有些失落 夫妻一场 如此生死关头 他竟都不愿意帮我 你就真的这么绝情吗 我擦掉眼泪 哽咽着只问道 我绝情 他突然冷笑了起来 扯大了嗓音道 快来看看 这个女人婚内出轨 现在离婚了还来找我要钱 不给他还说我绝情 趁我不在家 把情夫带到家里来乱搞 大家快来看看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 围过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甚至还有人拿出手机录视频拍照 我被吓得落荒而逃 好不容易躲到了没人的地方 打开手机就看到了我被传到网上的视频 翻阅着视频下的评论 全是不堪的辱骂声 老公不要我了 情夫跑了 我也成了过街老鼠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越想越起 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善利和 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家里偷情被发现 我也不用帮他顶罪 如果不是我帮他顶罪 现在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气愤不已 立马拨通了他的电话 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隔着手机 我都能感觉出来他的惊慌 我要钱 我不满的吼道 犯错的人是你 凭什么受惩罚的人是我 你必须给我钱 否则你也别想好过 我不是给过你了吗 他的声音被压得很低 可却还是带着几分恐吓 陶陶 你别太过分 给不给钱随便你 我懒得和他都说 直接挂了电话 然后把之前路的他出轨的事情发了过去 他果然没让我失望 很快就给我赚了一笔钱 陶陶 最后一次给你转钱 若是再用此事威胁我 我不介意与死网破 我看了一眼信息 并未在意 收到钱 我心情好了些 回到家 询问弟弟的欠债数额之后 我才发现 竟然还差一笔 无奈之下 我只能拿着那视频 找到了善立和的情夫 因为有把柄在我手里 他也没说什么 就把钱转了过来 凑齐了钱后 我便打通了高利贷的电话 明天把钱带到荣华酒店302 现今 我听了一脸猛逼 还是第一次听说 还高利贷用现金的 明天见不到钱 你就等着给你弟弟收拾吧 说完 那边便挂了电话 第二天 我带着钱按照约定的时间 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房门打开了 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看到我手里的钱 他瞬间眼冒金星 钱给我 他说着 就把钱抢了过去 我知道他们的规矩 只要拿了钱 就一定会放人 所以也没有多想 直接将钱给了他 麻烦你们转告他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他还债 我咬牙切齿地说道 话音刚落 我就听到了屋内隐隐约约传来了一阵笑声 我心里一紧 朝着屋内望去 那人瞬间警惕起来 挡住了我的视线 滚 我一脸震惊 慌忙逃走了 可我越走越觉得不对劲 高利贷收线金难道都不需要轻点的吗 见着房门关上了 我又捏手捏脚地回去了 隔着房门 我听到了里面的谈话 陶乐 你姐姐是真厉害 竟然这么快就凑齐了这么多钱 那是 不管我欠多少钱 他都能给我找来 来来来 兄弟们 今天晚上去哪玩 竟然是弟弟的声音 我气地握紧了拳头 一脚踹到了门上 房门没关紧 我直接冲了进去 一抬眼 就看到弟弟和他的两个好朋友在分钱 看到我 他们瞬间将钱挡在身后 看着毫发无损的逃了 我瞬间明白 他骗了我 我气氛上前 我上前一把将他拽着 要他给我个解释 谁知他一把甩开了我 拿钱就夺门而出了 我气不过 追了上去 结果没跑两步 就被他朋友拉回了宾馆 见我被打 他不仅没有帮我 反而让那群人往死里打 而他则是提着钱先跑了 等到他跑远了 他的朋友才停手 然后灰溜溜的离开 我忍着伤痛站了起来 缓缓的往家里赶 逃了这次不仅骗了我们所有人 还让人对我痛下黑手 我一定要让爸妈好好教训他一顿 我满怀希望的推开了家里的大门 见我浑身是伤 爸妈都凑了上来 你这是怎么了 快 进来看看 被他们扶到了沙发上 我心里一阵温暖 爸 妈 递他骗了我们 一坐下 我就迫不及待地向他们告状 你根本就没有欠高利贷 那笔钱现在被他和他朋友拿走了 我们要拿回来 见他们没回应 我又接着道 他还让他那群朋友打我 为了帮他还债 这几年我没少受委屈 可他竟然这么对我 一瞬间 我委屈的眼泪流泪下来 别哭了 钱始终没到外人手里 也不算是被骗 就是 你弟弟还小 不懂事 你当姐姐的就别跟他计较了 爸妈一唱一喝地说着 他们话里话外都维护着逃了 连我被打的事情 他们都直接漠视掉了 我知道他们偏心 却没想到他们竟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我对他们彻底失望了 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家 可以想到那笔钱 我就不甘心 最后 我强忍着情绪和他们协商道 爸 妈 那个钱是我借来的 现在他没欠高利贷 钱我要拿来还给别人 一听说我要把钱拿回来 他们瞬间翻脸了 不行 那钱是你弟弟的 就是 你一个被被扫地出门的女的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还没等我回答 弟弟回来了 看到他两手空空 我慌了 着急到 钱呢 什么钱 没有 看到我 他脸上瞬间布满了讥讽和不屑 见我上前拉他 他毫不留情地将我推倒在了地上 爸妈不仅失了未闻 还笑嘻嘻地和弟弟进了他卧室 一时间 我觉得自己像是个笑话 付出这么多 换来的竟然是他们的欺瞒和奚落 我气不打一处处 一脚踢翻了凳子 还不解气 我直接推翻了茶几 一瞬间 我的情绪彻底爆发了出来 我冲到厨房 拿着菜刀将电视 沙发上乱砍 家里很快就被我弄得一片狼藉 他们很快听到了动静 一开门 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 陶陶 你疯了 弟弟用手指着我 仿佛冲上来要做我一般 可我手里有刀 他不敢靠近 爸妈也反应了过来 对我一阵指责 看着他们心疼的样子 我心里一阵痛快 砸东西也更有劲了 为了将事情闹得更大 我直接打开了房门 一瞬间 周围的邻居都围了上来 妈妈见到邻居 指着我又哭又闹 场面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起来 爸爸后知后觉地报了警 警察来的时候 这屋里也已经站着满了人 听着爸妈对我的控诉 我心里一阵失望 既然你们要做得这么绝 那就不要怪我心狠了 我一咬牙 躲进了人群里 趁着他们不注意 我跑到屋内偷偷拿走了陶乐的手机 然后溜了出去 找到安全的地方住下后 我解开了陶乐的手机 从他和胡鹏狗友的聊天记录中得知 钱还没被存到银行卡里 马上把钱拿到红华街22号 我在那里等你们 我学着陶乐的口吻给他们发了消息 现在 对 尽快 警察已经怀疑到你们身上了 为了让他们尽快将钱拿过来 我撒了谎 这招果然管用 没多久 我就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提着箱子来到了红华街22号 有便衣警察朝你们走来了 趁他们还没发现你们 快把钱放旁边的角落里 然后离开 我用手机给他们继续发消息到 两人一看消息 瞬间慌了 连忙警惕的看向了身后 瞧着形色匆匆的众人 他们心里没底 放下钱一溜烟的就跑了 拿着现金 我就尽找了几家银行把钱存进了账户里 等做完这些后 我想起了爸妈的养老金 为了让他们老年能过得舒坦 我花了一大笔钱给他们买了最高等级的养老保险 到今天 那账户里应该已经有了不少的钱 既然已经和他们彻底闹掰了 那这笔钱也不能便宜了他们 想着 我又回到了家里 刚一进小区 邻居就告诉我爸妈和弟弟被警察带去做笔录了 还转告我说 爸妈让我回来了去警局一趟 我硬下来之后 就飞快地跑回家里 在爸妈的卧室里 我找到了当初给他办理的养老银行卡 我知道他们喜欢陶乐 便用与陶乐相关的信息释出了银行卡的密码 将里面的钱提出来之后 我将银行卡放回了原处 忙完一切之后 我就给警局打了个电话 我将此事解释为家庭矛盾 因为没有人员伤亡 他们在电话里教育了我一顿之后 此事就算是了 接了 这个家无法再带下去了 以前的家也将我赶了出来 看着这曾经生活的城市 我一脸怅然 好在账户里有一笔不错的余额 让我有了继续生活性下去的动力 我买了国外的机票 想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在临走之前 我决定将那天的真相告诉给前夫 毕竟那件事情 他有权利知道真相 我鼓足勇气 给他打去了电话 听到我的声音 他有些意外 同时也有些气愤 什么事 时隔这么久 他还在为那件事情生气 我要出国了 我强忍着眼泪颤抖着声音道 想到曾经在一起的美好 我哽咽了起来 如果不是为了补贴娘家 我也不会出去找情夫 现在我和他一定还过着幸福甜蜜的生活 可世界上没有如果 那边明显愣住了 一会儿后 他开口道 你在什么地方 感觉出来他的语气有明显的变化 我心跳都漏了半拍 他心里一定还是放心不下我的吧 想着 我心情好了些 机场 我来找你 挂了电话 我又哭了 这一次 眼泪都是甜的 我很感谢何志初 感谢他到现在还愿意来见我 我在后机厅叫了两杯咖啡等他 没多久 我就在人群中看到了他 他看上去比以前苍老了些 眼中也没了光 我心里一阵愧疚 如果不是娶了我 他也不会遇上这种事情吧 我将咖啡递了过去 关心到 你最近怎么样 和以前一样 只是 他说着 抬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就没再说什么了 他不愿意说 我也不便多问 老 指出 我对不起你 沉默片刻后 我羞愧地低下头道 为什么要那么做 咖啡在他的手里变了型 或许我出轨这件事情 将会成为笼罩他一生的阴霾 我弟弟欠了外债 为了帮他还债 我不得已 见他没回答 我继续道 我知道你反感我补贴弟弟 才出去找情妇要钱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到最后 几乎只能自己听见了 他一拳打在桌子上 咬着牙说道 那是因为你弟弟是个无底洞 我们是一家人 为了我们将来的生活 我才反对的 你怎么能因为这件事情就背叛我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把你自己当什么了 我被他说得无地自容 只能低着头一直认错 算了 事情都过去了 既然你想好了出国去 那你就好好照顾好自己 他挥了挥手 似乎对我更失望了 我点点头 随后凑了过去 低声道 我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告诉你 见我一脸神秘 他的眉头都拧到了一块 那天在家里出现的那个男人 不是我情夫 什么 他一脸震惊 脸上竟然还有些许的庆幸 那个男人叫季长梦 是你妈妈的情夫 听了我的话 他愣在原处足足有一分钟 等到他缓过来之后 我接着道 那个时候我弟弟欠了高利贷 急需要用钱 为了得到那笔钱 我就将此事揽了过来 不可能 和志初的三观受到了巨大冲击 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我爸 妈 那么相爱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我拿出了手机 将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都翻给他看了一遍 在强大的证据面前 他终于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 原本还想安慰他几句 可广播里的起飞通知传来 我只能匆匆告别 然后上了飞机 几个月后 和志初主动联系了我 他告诉我 善力和出轨的事情被发现了 他的情夫纪长梦还被打进了医院 婆婆跪着求饶 还发毒事与纪长梦断局关系 公公念在两人多年的情分上 选择原谅了婆婆 听到这消息 我不知道是应该开心还是悲哀 你愿意回来吗 突然 和志初开口道 我 我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出国这几个月 我们在一起的画面 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 那个家 虽然有些不快 却是让我日思夜想的地方 你原谅我了吗 我喜极而泣 经过爸妈的事情 我也想通了 人就活短短一辈子 没必要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 他说着 叹了口气道 毕竟 那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你 我回来 我激动的都快哭了 连忙硬了 很快 我被老公接回了家里 他并没有因为之前的事情对我心存芥蒂 反倒是对我更好 我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幸福 然后是为了家里取消灭的地ienda 毕竟 所以刚才我们再加热梦 这边呢 我好